还有另一场影展是即将在13号开幕的 嘉义国际艺术纪录片影展 这个是全亚洲首创以艺术纪录片为主题的影展 片单也打破传统 他关注南亚和东亚的观点 艺术总监也是知名导演黄明川 他以两部跟诗有关的作品参展 强烈刺激的视觉影像 呈现艺术家对生活体制的回应 嘉义国际艺术纪录片影展 挖掘华语地区和中亚南亚 关注文学当代艺术的纪录片 塑造出特有的南方角度 你在这个DVD出租店可以租到的影片 千万不要变成你的影展内容 因为没有吸引力 不特殊 嘉义出身的知名导演黄明川 回故乡策划影展 选在嘉义国宝花家 陈陈坡逝世的三月下旬举办 希望展现出地方个性及国际视野 既然如果从陈陈坡的概念 它的一个大节庆底下 要做一个影展的话 不如我们来规划一个 没有人规划过的艺术纪录片 就是有关于艺术家 音乐家表演艺术家们 他们的故事的影片 从1999年开始 黄明川拍摄了台湾100位诗人 透过影像保留历史 其中经过日志时期 国民政府时期的 台湾跨语世代诗人 包括坚持以日文创作的 黄灵芝和创办历史社的 陈千武等人 就是上一个植民世代 留下来的经验 到底给我们一些什么启示 那我去追踪他们 更有意思的就是 有关于他们跨过语言 或者是拒绝跨语言 以及如何适应中文世界 然后走出 重新再走出一个文学境地 以及他们对于两种文化之间的 这个痛苦的抉择 或者是更是难忘的年轻时代 是怎么样一个回头的一看 给我们带给什么 带给我们什么 这是很值得珍惜的一个 曾经有过的台湾经验 同样以诗人为主题的开幕片 诗意轻轻 则是黄明川和高雄市立美术馆合作 邀集国语 台语 客语和原著名语 共20位诗人 为馆藏艺术品谱写诗作 我就想说那这些收藏 这些影音收藏 如果不对外有一种宣誓 有一种沟通的版本的话 是蛮可惜的 那二来呢 它符合了太多的 艺文方面的各种领域 因此还蛮令他们着迷的 起来无缘 组于人们 把我们的学者 组织我们先离场 影展中还有关注中国 当代艺术家对官方冲撞的纪录片 其高雄俄阿辽居民 自办摇滚音乐节的热血历程 展现文学 音乐 电影之间的跨界对话 在录音乐节的放迂机下来 谢谢大家